接著第二項議程 是細則性討論及表決預防及壓制對外貿易中賄賂行為制度的法案 在此以立法會名義歡迎馮民莊專員及各位官員出席今天的會議 下面請第二常設委員會陳習武議員作有關的介紹 多謝主席 主席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武漢特備行政區政府在2014年6月18日 將預防及貼紙對外貿易中的賄賂行為制度法案提交於立法會 該法案於2014年6月30日召開的立法會全體會議上獲一般性表決通過 立法會主席於翌日將之派發給本委員會負責細則性的審議 為此本委員會在2014年7月8日、7月10日、10月22日、11月26日、12月11日舉行了會議 政府代表列席了7月10日所舉行的會議並給予所需的協助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自2006年2月12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體系內生效 包括了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 政府提出本法案正是為了落實該公約中所規定有關的義務 因為在澳門的刑事法律體系中本地公職人員的賄賂行為已受刑法典所規範 有關的條文規定在刑法典第336至339條 對於私刑部門中的賄賂行為則受第19邪必2009號法律 預防及截止私刑部門賄賂所規範 而該法律已從2010年3月1日起開始生效 但對於外國公職人員及國際公共組織的官員的賄賂行為規範 仍然處於法律真空的狀態 故此為了有效預防及打擊此類跨境的犯罪 維護國際貿易的公平競爭 以及加強國家及地區之間的公信力 固有必要在澳門法律體系中進行相應的刑事立法 基於此本法案針對公約第16條的第一款 有關行賄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公共組織官員的犯罪行為 及公約所規定的其他領約的義務 與此同時也考慮到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核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建議確立一個懲治對外貿易中賄賂行為的一般性制度 基於這種考慮 本法律不僅規管賄賂外國公職人員 及國際公共組織官員的行為 亦將規管賄賂內地、香港及台灣地區公共組織官員的行為 以便使本地區的刑事制度更趨完善 需要在這裏說明的是 對於公約第16條第二款所規定的受賄罪 考慮到有關的規定並不屬於強制性的規定 並且基於司法管轄權的衝突及部分相關人士的刑事豁免權等方面的考慮 本法案並沒有對受賄罪的內容進行相應的規定 但需強調的是即使本法案沒有將受賄行為定定為犯罪 亦都不表示該等人員無需承擔刑事責任 因為該等人員仍需受其所屬國家的刑法管轄 在法律的具體內容上 為了明確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管轄區公職人員及國際公共組織官員的概念的定義和其範圍 法案第二條對其作出詳細的規定 這個概念包括擔任立法、行政及司法職務的任何人員 同時亦將在公益機構、公共企業、國有化企業、公共資本企業、公共資本佔多數出資額的企業 及公共服務成批企業中擔任管理人、監察機構、聚為人或工作人員職務的人 納入規管的對象 而國際公共組織官員的基礎界定的準則 是以該官員所屬的組織是否由兩個或多個主權的國家協議建立 並以該組織成立的章程為依據 在法案第四條規定 為在對外貿易中取得或保持某項交易或其他不當利益 直接或間接給予或承諾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管轄區公職人員 或國際公共組織官員 其不應收受的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 作為其執行職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回報者 在刑罰方面 提案人接納了委員會的意見 取消了准用刑法典 第339條所定定的相應刑罰 在條文中直接規定對行賄者 處最高三年徒刑或是科佛金 關於法人的刑事責任 本法案就法人實施本法案所規定的犯罪和其處罰制度 延續了近年來在預防和揭止法人犯罪立法中 再採納的刑事政策及其立法措施 考慮到現法案而規範的跨境腐敗行為的嚴重性和其特點 為了有效加強打擊的力度 對於法案中所規定的犯罪 確立了普遍管轄的原則 而針對本法案所定定的行賄行為 由廉政公署根據刑事訴訟法例的規定 負責進行相應的調查和偵查 另外為了履行公約第12條第4款的規定 於法案的第7條規定了犯罪的成本 不作稅務扣減的原則 其目的是避免行賄者在犯罪時所花的金額 或者非金錢利益的商業價值 值以合法的商業活動成本為名 可以在課稅的金額上作出扣減 最後為了明確每一制度的適用範圍 避免法律在適用上的衝突和交叉重疊的現象 需要向大會說明的是 當有關的賄賂行為 涉及澳門刑法典中所規定的 澳門特區公務人員 或等同於公務人員的人 有關的刑事 刑事不法行為 由刑法典所規範 當有關的賄賂行為 符合本法案第4條所定定的犯罪構成要件 並指行賄所針對的對象 屬本法案第2條所規範的主體範圍 則適用本法案所規定的制度 對於發生在私刑部門中行賄的行為 適用第19邪屁2009法律 預防及結指私刑部門賄賂的法律 經過細則性審議及分析 委員會認為 本法案具備在全體會議 作細則性審議及表決的必須要件 現提醒全體會議審議 多謝各位 請各位發表意見 主席 武議員發表意見 現在對第1條至第3條進行有關的副表決 第4條至第6條進行細則性審議 請大家發表意見 現在對第2章 的第4條進行幅度 附表決 通過 現在對法案的第3章第7條進行有軍勢則性的審議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通過 現在對進行第4章第8條至第10條的細則性審議 武議員發表意見 現在對第4章第8條至第10條 表決 通過 各位議員 關於預防及壓止對外貿易中的賄賂行為的法律制度 已經全部通過了 大家有沒有表決聲明 並沒有表決聲明 我在這裡以立法會名義 多謝鳳凰莊專員和各位官員出席今天的會議